下一個節目是玩轉廚房 大家好,我是宮棉飲食業工會理事聶康紹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鮮蝦灼水餃 材料有蝦仁、甘筍、木耳絲 還有少許的肥粒 好,我們要處理材料 首先將木耳和甘筍飛一飛水 因為木耳有一股香味 如果你不飛水它,那股味就很怪怪的 紅蘿蔔也是,要略略拖一拖水 讓它軟一點,不然待會很難包 它會刺穿一些皮,或者是很硬身彈起來 所以這兩種材料要拖一拖水 再吸乾水 接著蝦仁也是,把它沖了水之後 我們會用乾淨的櫥子或者乾淨的毛巾 把它吸乾水 如果你不吸乾水的情況之下 待會一加調味料 那些調味料會令蝦會出水 包的時候就很難包 所以要做這個 好,我們開始正常的做法了 將這些蝦仁先加調味料 然後放進去,包括少許生粉、鹽、雞粉、沙托 還有一些胡椒粉 因為蝦始終會腥的 大地魚粉、麻油 再加少許蛋白 蛋白會令蝦更滑 大約半隻蛋白都夠了 好,我們把它拌勻就可以了 用完之後,將餘下的材料 包括我的肥肉粒 肥肉粒會令到這隻水餃吃下去更加滑 香滑很多 但是肥肉粒一定要切得很幼細 因為如果你大粒,水餃很容易熟 你大粒時間已經夠了 蝦已經熟了,肥肉粒都未熟 所以肥肉粒一定要切得很幼細 把水、木耳、紅蘿蔔拌勻 拌勻均勻之後 就成為一個水餃餡 餡完成了,我就要包形狀了 把蝦放在這裡 蝦是圓的,圓的才是爽的 不要把它改到碎 放少許蔬菜料 將它對角摺一摺 插一插 把它推起來就可以了 一邊推,一邊插起來就可以了 包好水餃之後,我們要燒滾水 要搓了 搓之前要留意這件事 包好之後,水餃會不會散口 即是有些皮乾了,是黏不住口 黏不住口,放進去就會散了 所以看到它是散口的 我們可以拿少許清水或少許蛋白 黏住口,再插起來 不要讓它散口 水滾了之後,我就要放水餃 放進去,翻滾之後 我們會收慢火,浸熟它 大致上浸兩分鐘就已經熟了 滾兩分鐘左右,我們有些時間 通常水餃是會跟上湯來吃的 出去麵家、雲吞店 通常水餃就會跟上湯 家庭式沒有上湯,我們可以去超市 買一些現成的雞湯 或者用滾的水,加少許底味 都可以,隨大家喜歡 好,時間夠了 我們就可以關爐離火了 所以剛才說了,肥肉粒 不要切太大粒,因為蝦不受火 大致上慢火,浸兩分鐘就熟了 如果你的肥肉粒切得太大 就分分鐘都未熟了 只有蝦粒粒,肥肉粒都未熟了 我們要跟上一點蔥花 或者一些九黃粒下去 九黃粒,蔥花都會很香的 好,今天為大家介紹的就是 鮮蝦灼水餃 很期待下一次跟大家見面 CLSS,按下小鈴鐺 留意我們最新資訊 CLSS,按下小鈴鐺